你抬头看看蓝天下的白云了吗 对流旺盛云的变化也特别的多 你看这么一大朵的白云像什么呢 有人说他像大行星举起了左手 也有人说像小熊维尼 最近蓝天就是白云的舞台 一团一团像棉花球般的白云变化万千 加上联想力 幻化成动物的造型 气象局长郑明店说 白云像动物的样子 这就是巧合 巧合而已啦 基本上是个乱角 他那么多的云乱漂亮飘 总是会出现一些 我们看起来这样认得的形状 存在是小巧合 郑明店表示 夏天大约是积云 积雨云 云层是垂直的往上发展 遇到风吹的变形 白云随着气流飘 有各种不同的线条 我们会在认知当中 寻找自己熟悉的造型 就变成了白云的样子 好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